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六 那下期影片是我來到美國 拉瑞加斯參加 WSOP 世界撲克大賽 5000美元買入的六人桌賽事 那算含金量很高的金熟練賽事 我在 2022 年跟 2021 年都有成功打入前圈 甚至在 2021 年還有打入決賽桌 並且取得 500 萬台幣與第四名的成績 那 2023 年這場比賽的 Day 1 我前行非常的順利 一手 AA 慢打瑞加陷阱幾乎翻倍成功 又連續頂住幾個大的翻盤型 All-In 跑碼 來到 30 多萬的籌碼後 換桌接到傳奇高額牌手 Goose 跟他火花碰撞 連續操作收下了不少小的底持後 我就以非常健康的 47 萬 1500 大約 3.5 倍的軍碼 通過 Day 1 的賽程進入到 Day 2 的副賽啦 那如果有還沒有看過這支影片的朋友 我強烈建議你們先截取右上方的資訊卡連結 觀看前面的精彩片段才不會跟不上進度喔 那這樣比賽我們有辦法連三拉三 連續三連打入前圈 而 Day 2 也會有什麼精彩的手牌碰撞呢 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好那影片開始之前 沒錯又要跟大家再次推薦我最愛的 Surfshark VPN 如果有嘗試在看我影片的朋友 一定會知道我平常在世界各國 跑來跑去經常使用各地的公共 Wi-Fi 在不安全的上網環境中 也讓很多不法人士有機會 竊取我的個人資料 甚至詐騙我辛苦贏來的撲克獎金 那這時候使用 Surfshark VPN 搭配 Surfshark Antivirus 就可以多給你一層保護 我個人是相當的推薦 如果你平常比較容易暴露在不安全的網路環境中 建議你可以點選影片說明欄的專屬連結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Sixpoker 除了可以獲得額外三個月的免費使用之外 前三十天用的不奇怪也無條件退費喔 那讓我們回到牌桌上吧 那 Day 2 的一開始基本上沒有什麼火花被洗了兩輪 稍微降到了四十萬個抽碼之後 第一把有碰撞的手牌就是對決上 2022年 WSOPIA 主賽冠軍 Aspen 這牌是全部的蓋牌蓋到我在8屯的位置 拿到了 79 銅花 Open 了 5500 想玩家蓋牌之後大門位的 Aspen 選擇了 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發牌了 K64 不銅花 雖然我沒有擊中這個翻牌 但 KO 海邊對我的範圍來說是比較有利的翻牌 所以在他過牌之後我下注了 4500 大約三分之一個底池 那 Aspen 想想選擇了 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 Turn 來一張愛心 2 這張愛心 2 不只沒有幫助到我沒有後門花跟後門順之外 也是對他的範圍比較有利的牌 畢竟就是先將低牌 那在他過牌之後我也選擇了過牌 如果合牌沒有掉到幫助到我的牌 他下注我是會直接放棄的 讓我們兩個人看到合牌 最後 River 來一張梅花石 那這時候 Aspen 再次選擇了 Track 那這張石是對我的範圍稍微有利一點的牌 那這邊我的 79 童花石沒有攤牌價值的 是可以有一定頻率的炸虎 那我要代表的牌就是 譬如說我有一些踢腳不大的 K 譬如說我有 K7 K8 K9 等轉牌上面控尺 或者是我有些好的石 在 River 中到這張石 譬如說我有 A10 Q10 等 所以我下注了 12800 大約半個多底池 那 Aspen 想一想之後選擇了蓋牌 那我收到這個底之後呢 存版回到了 46 萬 那這套牌是我在 CEO 的位置拿到 K6 童花 Open 的 55 8 等的玩家跟注之後 大門玩家也跟注 我們三個人看到翻牌 那 Flop 牌了 KQQ 兩張黑桃 是一個疊牌面 那當玩家過牌之後 這裡對上 8 等還有平跟的玩家 我雖然擊中了頂對 K 但其實沒有什麼下注的理由 一來是我的頂對 K 並不需要保護 二來則是這是一個疊牌 Q 的面 我的頂對 K 也沒有太多的價值 三來則是我的踢腳也不夠大 所以我也跟著選擇 Check 之後 8 等玩家想了想 也跟著 Check 我們三個人看到轉牌 那推來一張梅花 9 讓檯面上有了 10 J 順子的可能 大門玩家繼續過牌之後 這裡我延續上一條街的理由 我在這邊也選擇了過牌 8 等玩家想了想 也跟著過牌 我們三個人看到合牌 那最後Rivert來一張梅花 10 讓檯面上變成了一張 J 就沉順 那就是大門玩家繼續 Check 之後 我也跟著 Check 8 等玩家想了想 下注了 1萬1 大概半個底池 大門玩家蓋牌之後 這邊當然他 Check 到 Revert 他是不太會有帶 Q 的葫蘆 或者是 10 J 等組合的 但他可以有譬如說 10 10 中了 Revert Set 或者是他有 A J 啊 J 9 等中了 Revert的順子 但除此之外 因為 8 等是做一個動作的 他也有可能看到我們全部的人 Check 到 Revert 所以拿他一些譬如說 AX 童話 或是一些手裡隊轉炸弧的機會 所以在這邊 我的頂隊可以 Check 三次到 Revert 是可以考慮來抓炸弧的 因此我選擇了 Call 那開牌後 8 等玩家他有一對 J 那我輸掉這個底池之後 的傳碼降回到了 45 萬左右 那這次我牌是全部的蓋牌 蓋到 8 等玩家 他 Open 了 5000 我在大門的位置 看看我的手牌 玩到了 K7 童話 選擇了 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那發白了 AKJ 兩張梅花 我過牌之後 8 等玩家下注了 3500 那這邊呢 我中了一個第二隊 當然是選擇了跟注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 Turn 了一張磚塊 5 我繼續選擇過牌之後 8 等玩家持續下注了 9500 接近半個底池左右 那這裡當然他可以有很多的強牌 譬如說一對 A 以上的組合 但同樣的因為這個牌面結構 對他比較有利 他可以有各種買花 或是 QX 10X 以及一些炸虎的機會 那中了第二隊 K 的我是必須要繼續跟注下去的 所以我跟注了第二條街 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那最後 Real 了一張疊牌 愛心舞 我繼續選擇過牌之後 這時候 8 等玩家想了想 最後也選擇了過牌 那我打開我的 K7 童話之後 8 等玩家蓋牌 我成功的收到這個底池 籌碼又回到了 46 萬多 那這支手牌大家回回我的籌碼 沒有什麼起伏 還是在 46 萬左右後 然後幾倍來到了小王大王 15000 大王前數是 3000 那這支手牌一開始也沒有什麼碰撞 但第一手有火花的手牌 就是一手達到 OE 的關鍵手牌 而且當對手開改後 我看到對手的底牌 我是當下有點傻眼的 那就讓我們看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吧 那這支手牌是 High J 玩家 Open 的 6000 我在 CEO 的位置 看看我的手牌 我到了一對 J 3 倍到了 18 萬 這時候 Button 的玩家想一想 冷 4 倍到了 4 萬 大小玩家蓋牌之後 High J 玩家也蓋牌 那我看了看 Button 玩家 總共的籌碼 大概是 13 萬 就是他的後手只剩下 9 萬 有效籌碼 40 個大忙 這裡六零桌的賽事 我的一對 J 當然只能推出 All In 了 All In 那在我推出 All In 之後 Button 玩家想了半天 他選擇了跟注 正當我以為他可能是個什麼 AQ 之類的 比較邊緣的組合的時候 開牌 他竟然是 KQ 不同花 King Queen? WOW 很可憐 很可憐 我猜是 S Queen 還是什麼 對! 這是一個冷 4B Bluff 的組合 而他拿他的 Bluff 組合 來跟注我的 5B All In 而且還剛好撞到我真的是 JJ 還有 50 50 跑馬的機會 那我當然看到這個組合是有點意外 但我們當然希望 Day 2 的第一個 翻牌型的 All In 跑馬 能夠成功頂住 想起正義之心的節奏 就讓我們看到翻牌吧 那 Flop 牌的 278 不同花 非常的乾淨 轉牌的愛心 9 對牌面也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一樣只要閃掉 K 跟 Q 就可以收下這個底池了 那最後 RIVA 來一張專快 5 沒錯正義之心 我成功收到這個底池之後呢 重買得到了 60 萬大關 這時候我們也拆出來了新的桌子 那來到新的桌子 第一手優惠花的首排 是前衛的玩家 Open 的 6000 我在中衛拿到了 A 10 童花 選擇了 Call 後面全部的玩家都蓋牌之後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Flop 牌了 AK 10 兩張黑桃 雖然讓我擊中了兩隊 但卻是一個連結性相當高的牌面 請問有玩家過牌之後 這裡我下注了 10500 大約 55% 的下注尺寸 而請問有玩家想想選擇了 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 Turn 來一張梅花 2 基本上是一張白板 請問有玩家選擇過牌的第二次之後 這裡中了兩隊的我當然要繼續下注 拿他一些頂隊 A 或者是 KQ KJ 等組合的價值 那我下注了 25500 大約 60% 的底池 而請問有玩家想了半天之後 最後選擇了蓋牌 我成功收下這個底池 那接下來最後排是全部的人蓋牌 蓋到我在小盲的位置 我到了 A7 童花 Open 了 9000 三個大盲 當玩家想了想選擇了 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 翻牌 Flop 牌了 Q62 不童花 我下注了 7000 大約三分之一個底池 之後當玩家想一想 Race 到了 21000 當玩家看起來應該是個會打的 Regular 那也會比較幸運的 Regular 會看你 Seabed 的太多 所以就隨機的 Race 來懲罰你過寬的下注範圍 那在理論上我這個 A7 童花 帶後門花的是要選擇抵抗的 所以我選擇了 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 Turn 來了一張專塊 K 雖然他帶的後門花不是我的花 但卻是一個對我範圍比較有利的轉牌 那在我過牌之後 當玩家想一想 也跟著 Check 我們兩個人看到合牌 那只有 Riva 一張非常有趣的牌 專塊石 讓檯面上有了 J9 跟 AJ 順值的可能 那這邊因為我的 A7 高牌 還是有機會贏他一些隨機 Race 的炸虎可能 所以我在這邊選擇 Check 的第三條街 那這邊大滿的 Regular 想一想 最後下注了 22000 大約三分之一個底池 那他這個尺寸蠻像是 譬如說他在翻牌上面有 Q 一對 合牌做價值下注 或者是譬如說他的一些炸虎 兩高張 譬如說 10J 啊 A10 等 最後 Riva 中了這張 10 我認為我的 A7 同樣是不能抓詐虎的 但是我可以轉詐虎 為什麼 一來是因為這個牌面上面 他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會有 KK QQ 1010 66 跟 22 等 Set 對吧 因為如果他有大的手指隊的話 他翻牌前會 3 倍之外 他有 22 跟 66 等 他在翻牌上 Race 轉牌上也不太可能會過牌 二來是他的一些 KQ 等兩隊 或是 J9 等卡順 在轉牌上面也都不會過牌 三來是 AJ 不論在理論上 還是實戰上也不太會有人這樣子打 但是我剛說的這些順子 Set 跟兩隊等組合 在我的範圍裡面全部都會有 所以我想了想 Track Race 到了 96 萬 那大門玩家還是想了非常非常非常地久 最後他選擇了蓋牌 那我炸火過手 成功地刷這個敵之後呢 重買到了 66 萬左右 那這牌就是完全根據對手 是一個侵略玩家來反打的經典範例 因為我後來深忙後 在小忙大忙 24000 大忙前駐 4000 的這個級別 跟他忙住攻防對決互幹的好幾把牌 我跟你們說啊 他真的超級愛搞我的 我一下注 C 倍 他就給我 Race 像是 Adiba 是我在小忙 Limp K 是銅花 他大忙 Check 後 Bub K 25 不銅花 我中了頂隊 帶後門花順 我 C 倍下注 EBV 4000 又被他加注到 12000 我扣下來後轉牌梅花 A 我過牌他也過牌 合牌梅花 Q 我過牌希望給他炸火的機會 但他最後很可惜的也選擇過牌之後 我攤牌收下這個底池 那像這種你就會知道說 他會隨機的 Race 來攻擊你的 C 倍 也代表說他炸火足夠 走到後面的範圍夠寬 所以我剛好那首 AC 銅花才可以這樣子做 那後來也有一首很可惜 是我小忙 Limp K 25 銅花 然後 Flop 是 JJ6 兩張花 轉牌梅花 2 讓我擊中了葫蘆 過牌想要給他炸火 但那可能前面被我弄了兩次 所以學乖了 合牌專外 Q 我只好自己跳出來打架值 很可惜他選擇了蓋牌 那後來蠻木級別也來到了小忙大忙 三千 五千 大忙其實是五千 不過就這樣子 來回的幾首攻防 之後我的充滿也來到了七十萬大關 而且這個時候 我們也快要接近前圈啦 此時我先跟大家公佈一下這場影片的獎吃資訊吧 這場五千美元買入的六人桌金手鍊賽事 在去年2023年吸引了破紀錄的一千一百九十九人參加 締造了約五百五十萬美元 超過台幣1.75億的獎吃 那前180位玩家可以進入到前圈 獲得最低八千零三十四美元 大約台幣二十五萬五千的獎金之外 冠軍更可以獨得大約九十三萬八千美金 接近台幣二千九百八十三萬的獎金 以及象徵榮耀的WSOP冠軍精手鍊 那目前場上剩餘的人數大約是216位 也就是剩下百分之十八百百的玩家池左右 那這時候我們身為桌上的長碼玩家 策略當然會有所不同 開始會根據一些ICM的情況 給中短籌碼的玩家壓力 而且我馬上就贏了兩手 打到ALL-IN的關鍵手牌 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那這首牌是CO的玩家 Open了一萬 八層玩家選擇了Call 想玩家蓋牌之後 在大忙看看我手牌 我玩家到了一隊伍 那這時候我看了看CO玩家的 有效手牌大概是十六萬三十個大忙 而八層玩家大概是十八萬三十六個大忙 那以純粹的Trip EV來說 我在這邊六六以上的對值 是可以選擇ALL-IN的 但大家千萬別忘了 這時候是什麼 是接近泡泡的ICM時間 那如果是接近泡泡的ICM情況之下 我在這邊四四五五等隊子 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戰上 都是可以直接推出ALL-IN 給他們ICM壓力的 所以我想一想 直接推出了ALL-IN ALL-IN ALL-IN 那CO的玩家選擇了Call 八層玩家蓋牌開牌 CO的玩家他有一對決 哇那這是一個手牌組合被壓制 勝率大幅落後需要奇蹟出現 才能夠完成逆轉的翻牌前ALL-IN 那我有辦法集中一張五呢 就讓我們看到排便吧 那Flop拉出來是A75 沒錯讓我集中了SET5 但是卻有三張專塊 而對手的手中是有專塊追的 也就是說還有不少的OUT 那轉牌的梅花4 對牌面沒有任何的影響 最後合牌了一張黑陶2 沒錯 再次火熱的響起正義執行的節奏 讓我的籌碼來到了90萬大關 那接下來最後的牌 是Logio的玩家拿錯籌碼 他要RACE13000 結果拿成三個5000 變成了17000 那全部人蓋白蓋到我在小盲的位置 我看看我手牌 玩到了一對四 想一想選擇了Call 那當玩家也選擇了Call 我們三個人看到翻牌 Flop拉牌了479不同花 讓我back to bed 再次擊中了Flop Set 那我過牌之後 大門玩家零打了18000 大概三分之一個底池 Logio的玩家選擇了Call 那在這邊我可以選擇Call 也可以選擇Race 但因為這個牌面上沒有畫面 所以我在這邊是選擇了Call 打算等轉牌看掉什麼牌 再來決定我的策略 所以我們一樣三個人看到轉牌 那轉了一張愛心7 除了讓牌面上有了HOME號的機會之外 也是一張第二對的疊牌 那這邊我是決定自己 跳出來零打了6萬 60 一來是因為大門玩家 在翻牌上面三人持零打 通常會是比較兩極點的範圍 譬如說他會是買牌 或是頂隊上的牌 比較會是一對9 所以我過牌他不會選擇下注 但是我下注他的買牌 或者是一對9以上的頂隊 都有可能會繼續跟注 二來則是如果Logio的玩家 他有超隊的話 他是會跟注一條街的 而如果他有一對7的話 他基本上是怎麼樣都不會蓋牌的 三來則是因為這是一個三人持零 接近泡泡時間 大部分的人啊 我認為他們的炸虎空間都不太夠 所以我在沒有位置的情況下 我想要把主導權拿回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我來這邊零打了6萬 大約半個底池 那當玩家選擇了蓋牌之後 Logio玩家想一想 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核牌 最後Ruby來一張黑桃6 讓檯面上的80跟58等牌中了順子 那當然如果對手有六一隊 或者是六七梅花的話 也在合牌完成了超車 那這裡我看了看Logio玩家的後手 大概剩下18萬 大概70多的底池 那我想一想 推出了ALL IN ALL IN 希望如果他有三條7 或者是80 甚至是超隊的話 可以來跟注我的ALL IN 那他想了半天之後 最後選擇了COLE 而開牌 他的牌讓我有一點意外 我打開了我的葫蘆之後 他是A高牌 而且他是AK愛心 翻牌上更一發 轉牌買花沒中 合牌純粹的抓我炸虎 哇 那在我收到這個巨大底池之後 我的籌碼來到了120萬大關 沒錯 這牌我不知道是不是對手看我不爽 覺得我就是單純沒牌 因為這連80桶花都中了合牌的順子 上面的炸虎大概就只剩下什麼 10J跟買後魔花沒中之類的 而且他自己手上就拿了兩張 買後魔花沒中的組合 我剛剛這個底牌是覺得有一點傻眼 因為就算他認為我在泡泡時間 會利用巨碼優勢給玩家壓力 但這可是一個多人池 而不是單調的底池 重點是我還頂著翻牌上面 有人下注有人跟 再轉牌 合牌上面連續零打 這個抓我炸虎的組合 有一點純粹就是覺得賭我沒牌 再送籌碼 那收到最後牌之後 我的籌碼就一直維持在120萬左右 而後來過了沒多久之後 我們的泡泡血也就破了 那我們就進入到前圈獲得最低 8034美元 大約是台幣25萬五千的獎金啦 耶 那九毛級別 來到了小毛大毛 三千六千大毛 以前就六千 跟小毛大毛四千八千 大毛以前就八千之後 這兩個級別雖然都有不小的動作 但大部分都是一些小打小 並沒有什麼大的火花碰撞 唯一稍微有動作的這兩手牌 是跟一位馬來西亞華人玩家 那我被Celine打了這兩手牌 那這手牌是前衛的Webster Open了一萬二 八頭玩家跟注之後 小毛的玩家也選擇了跟注 那我在大毛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拿到了AJ不同花 那這邊面對到一個人Open 兩個人跟注 我的AJ不同花在這裡 是要選擇了Squeeze 我看了看Webster的有效籌碼 大概只有十萬 也就是十六七個大毛左右 所以我3倍Squeeze到了六萬六 66 打算準備跟前衛的Webster打光了 那在我擠壓之後 前衛的Webster 最後推出了All-in 後面來的蓋牌 我選擇了Cole 開牌後 它有AK同花 那是一個手牌組合被壓制 勝率大幅落後的翻牌前 All-in 跑馬 奇蹟有沒有辦法再次發聲呢 就讓我們看到牌面吧 Flop牌了A48兩張愛心 對來說非常的差 因為讓愛心J 也不再是我的奧茨 我加入了 差不多 那推哪一張黑桃石 對牌面也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依舊需要剩下的兩張 不是愛心的J 才能完成逆轉 而最後 略來一張J 但卻是一張愛心J 沒錯 雖然讓我擊中了兩隊 但也讓他擊中了銅花 那我輸掉這個All-in之後 充滿降到了一百出頭腕 毛級別也達到小毛大王四千八千 大王前就八千 那這個級別 唯一比較有碰撞的最後牌是 全部能蓋牌蓋到我在小毛的位置 我選擇了Limp 我的K10不同花 大墨的Webster Track之後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翻牌了39J 不同花 給了我一個卡順Q跟高樁的機會 我下注了八千 三分之一個底池 大墨的Webster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天然一張黑桃漆 讓我除了卡順Q之外 多了一個卡順8的機會 那我持續下注了兩萬五 大約三分之一個底池 那Webster想一想 最後選擇了蓋牌 那我刷這底池之後 籌碼維持到了一百出頭腕 那雖然這兩個級別 沒有什麼牌掉了一些籌碼 但廠商人數也不停的被淘汰 來到了Day2的晚餐休息時間時 此刻啊 廠商只剩於最後的一百二十八個玩家了 我還是有一百萬左右的籌碼 雖然蠻健康的 但我跟你們說啊 就在吃完晚餐回來後 小毛大毛五千一萬 大毛全數一萬的這個級別 只有八個字可以形容 風雲變色 心風邪雨 幾乎把法都是大怕 那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那這五牌是前衛的玩家 Open了兩萬 我在CEO的位置看看我的手牌 我拿到了JQ銅花 選擇了Call 想問玩家蓋牌之後 大毛衛的Math Berkey 也選擇了Call 我們三個人看到翻牌 Flop by了二五八兩張磚塊 Math Berkey 跟前衛的玩家都過牌之後 這邊我有個兩高張帶 後門花跟後門順 那我選擇下注了兩萬五 我希望能夠打蓋的是 對手要是有一些比我好的K高牌 或是A高牌等 可以在翻牌項蓋掉 那大毛衛的Math Berkey 選擇了Call 前衛的玩家蓋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Turn了一張愛心A Math Berkey 選擇Track之後 這張A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它除了讓我有了後門花的機會之外 也讓檯面下面的Nuts 變成了三四順子 而這個組合通常只有大毛的Math Berkey 才會有 那很多人會在這邊認為說 掉了這張後門花的A 我是不是就應該要更高頻率的在這邊下注 其實因為這是一個三人池 我在販賣前是一個跟注者 所以我的範圍內並沒有太多很強的A之外 我的很多A高牌也在販賣下面不會下注 此外我的J跟Q其實相對於2、5、8來說 都幾乎還是Out 而且我也有後門花很好的Equity 所以我認為我下注的話 我會選擇更兩節的一個範圍 這個組合我認為是可以Check到盒牌再來做決定的 因此我選擇了Check 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那Review來張非常有趣的碟牌梅花疤 Math Berkey Check了第三條街 那這時候我就把他的範圍放在 2一對跟5一對比較多 原因是因為如果這是單挑的情況 確實他會有一定的頻率Check他的三條八 然後想要在River上面做Track Race 但因為這是一個三人池 我在River下注的頻率會比較低 下注的範圍也會比較窄 所以如果是三人池的話 他的三條八很多都會 可能他其他的範圍來做下注 再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我很多的炸骨的範圍 在轉牌我都會選擇下注 所以在他過牌之後 我下注了85,大約三分之這個底池 那我想要代表的組合 就是我有三條八以及頂對A以上的組合 那同樣的其實我在這邊的炸骨組合也不多 不過Made Berkey 想了半天之後 最後他選擇了Call 而且開牌之後的組合有點意外 他是二九銅花 而且還是愛心的二九銅花 沒錯 我在這首牌掉了十幾萬之後 籌碼降到了八十多萬 那這首牌又是對決到Made Berkey 他在CEO Open了兩萬 全部的人蓋不蓋到我在大門位 看一看我手牌 玩到了J9銅花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那發白了A5兩張梅花 給了我一個買花的機會 我過牌之後Made Berkey 下注了一萬二 大約五分之一個底池多一點 那這種兩張五的疊牌面 在理論上我是給Check race蠻多的 特別是我的買花組合 幾乎都可以拿來Check race 但實際上我更傾向 譬如說Check race 一些六嗨、七嗨、八嗨、九嗨、十嗨等 買花的組合 而J嗨、Q嗨、K嗨等 我是選擇了Call 那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趁來一張愛心酒 讓我擊掌一個第二對 我過來之後Made Berkey 繼續下注了三萬七 大約半個底池 那這邊一對代碼號的 我當然是繼續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最後River來一張梅花七 讓我擊掌了正門花 那這邊對上會打的Regular 我打算用一個比較花俏的策略 我在這裡零打了五萬一 三分之一個底池 原因是因為我想要捆著我很多的範圍這樣做 譬如說我有三條五 或是我中了正門花 捆著一些炸虎的組合等 那這邊Made Berkey 想了想 最後Rerase all in 二十多萬的籌碼 哇那這邊就非常的難受了 讓我看看我的組合 當然它可以有葫蘆 也可以有比我大的花 但是它的葫蘆 被我手上的9 擋掉了99的組合之外 它可以有K花、Q花等組合 但同樣的 它也可以拿一些Blocker 把他手上的牌轉成炸虎 那這邊對上會打的玩家 J花在我的範圍 已經算是非常頂端了 所以我只能選擇了Call I think I have to call 那開牌之後 它有兩張紅色的A ASUS 沒錯我在翻牌上 就幾乎是捉音袋了 這個9很差 那我再次掉了一個30萬的帕之後 我的籌碼降到只剩下50多萬 對 我連續兩手被Math Berkey 幹了兩把大帕之後 而第一手我個人認為 Math Berkey 真的有點太Overcall了 就是它的範圍裡面 其實有更多更好的隊子 跟組合可以做跟注 即使二一隊 也不太應該去跟注它 手上有愛心球的這個組合 可以是在一個三人底持 但它打牌本來就很黏 這一點可能大家就知道 或許我該因此而做一些調整 那第二手牌 我覺得就有點躲不掉了 雖然說翻牌上面 我應該會是一個更高頻率的Track Race 不過它的AA 在翻牌跟轉牌上面 連續下注 其實也很不GTO啦 所以理論上 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也沒有很重要 因為實際上 你對下一個會打 而且絕對也有能力 用一些阻擋牌轉炸胡的玩家 30個大碼內 1對1 對中了銅花 基本上就是不能蓋牌了 尤其就是一個追花 那這兩手牌讓我直接籌碼砍的快一半吧 掉到剩下50多萬 那後面有沒有辦法逆轉成功 把籌碼打回來呢 還是會繼續噴射下去 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那接著這牌是HIGHG玩家OPEN的2萬 我在8層位置看看我的手牌 我拿到了Q9銅花 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FROP牌了48J不同花 讓我有個卡順時跟後門花的機會 HIGHG玩家過牌之後 我下注了3萬5 大約半個多底池 希望可以打開他一些A HIGH K HIGH等組合 或者是給他一些手裡隊施壓 那他想一想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Turn來一張愛心K 也讓檯面上有了後門花的組合 他就玩家繼續過牌之後 這邊那理論上你要check還是要下注都可以 那如果這個轉牌是A的話 我會選擇放棄 那K的話因為翻牌上面我下注半個多底池 他比較不會抵抗一些X的K 他如果要抵抗的話都會是比較好的K 譬如說AK或KQ 所以我在這邊打算做第二條街 讓他的一些比如說J隊或者是手裡隊的施壓 那我再次下注了7萬5 大約半個多底池 他就玩家想一想繼續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最後REAR來一張黑桃漆 那這張漆就非常的有趣了 這張漆讓上面的5、6跟90成了順子 那這些組合在我的範圍裡面是多很多的 而我的Q9不同的話 基本上他這邊是完全沒有攤牌價值的 所以在他過牌之後我持續下注了第三條街 23萬5 打算給他範圍裡面很多一隊的組合施壓 因為他範圍裡面最多的會是一些JX 跟偶爾一些KX 那他的KX 通常只會是AK或是KQ童花 組合會比JX少 而我代表範圍牌除了順子之外 最差的是KQ以上等 譬如說兩隊跟Send等組合 他最後牌 HIGHG的牌是真的想了非常非常的久 他最後心不甘情不願的選擇了COLE 沒錯 我的炸虎被抓了 那我打開我的9Q童花之後 他的底牌是AK不同花 那我再次輸掉了這個大帕之後 籌碼也降到了不到20萬 那今天的手牌是中衛的玩家OPEN的2萬 我在CO的位置看看我的手牌 我到了AQ童花 這時候我只剩下18萬多 也就是18點多個大忙 不到20BB的情況下 CO對上HIGHJACK AQ童花就是準備出發了 那我推出了ALL IN ALL IN 184 把頭玩家蓋牌之後 想讓玩家看看他的手牌 他也推出了ALL IN 大玩家蓋牌 MP玩家也蓋牌後 I hope you have Pocky Jacks 開牌 真的是烏肉偏縫五年夜雨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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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I hope it's Pocky Jacks 撞牆啦 他的底牌是一對K 但沒關係 人稱有A就有30% 而且我還是童花的 那我們有辦法在翻牌後完成逆轉 翻倍成功繼續存回在這場錦標賽之中呢 就讓我們看到 排面八 Flop牌了K78 兩張梅花 雖然讓對手擊中了頂對Kset 但也讓我有了買花的機會 就讓我們一起喊 梅花 梅花 梅花吧 轉牌來一張磚塊4 對牌面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們這時候需要和牌掉一張 不是疊牌的梅花 才能夠繼續存回在這場比賽當中 那最後 Ry來一張愛心Q OK繼續 沒錯 奇蹟並沒有發生 而這場比賽 我也就在這個地方出局了 沒錯 直接又是一手炸虎 沒過後又撞牌慘死 那最後這場1199人參加的賽事 我就是在第99名的時候出局了 獎金是10656美元 大約台幣338,000 當然一路籌碼都是很健康 結果一個級別內噴掉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這樣子非常的可惜 不過目以成舟 其實沒有辦法改變對吧 檢討到底有什麼做不好的可以去改進 才是我們能控制 而且應該學習的部分 那AQ6手牌我覺得沒有什麼他的問題 就是單純的撞牌18個大忙 CEO推出去 然後小忙有KK 不過Q9通話這手牌 我後來回去研究後 轉牌上面掉這張K 我要check還是下注 行動線上都是可以的 但如果我要選擇走下注這條分支的話 合牌軟體的建議會更加推薦 是一個超時下注的Over Bay O1 因為這個盒牌5-6銅花跟90銅花的順子都中了 而這些Nuts的組合 在我們的範圍裡面其實是比對手 格勒更多的之外 我們這個盒牌的價值下注 通常會是一個兩隊以上跟SET的組合 下午範圍則是希望給他各種一隊組合的 就能排列的施壓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範圍比較兩級都會用大的尺寸 當然如果是小的賽事級別 我覺得可能可以不用用到超時下注 就能達到差不多的效果 不過到了5600max這種賽事水平的級別 就必須對下注尺寸拿捏得更加的準確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檢討的話 這個River我可能必須要Over Bay All In Bluff 那這就是我最後回去檢討的一些 覺得可以更加改善一些更好的細節 那跟大家在這邊做一個分享 好,那以上就是影片的內容 那如果有隊友剛使用的這套 目前市面上最強的GTO軟體 GTO Wizard 也是你的朋友 可以選下方的連結註冊 使用有9折的優惠喔 那想要觀看更多深入撲克解析影片 或者是到專屬撲克群組 與我聊天互動詢問問題的朋友 也可以選下方 訂閱旁邊的按鈕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那我是小六 我們下一集再見